今天来分享一些我最近总结出来的拍日出的一些小技巧 然后也会稍微在手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平时拍这个日出 都带什么设备 相机怎么设置啊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呢是Nashville的Dontown 它的这个河边上有这么一小桥 正好可以看到整个Dontown所有的楼 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拍摄日出的小技巧 那就是一定要做好计划 做好前期的准备 包括天气 拍照片嘛 咱们肯定想每一次都拍到让自己甚至于发出来 对让别人觉得特别惊艳的照片 但事实上啊实际上是可遇不可得的 好天气呢真的是对于摄尸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 所以并不是每一天都可以拍到让自己特别满意的照片 就像今天吧 其实就属于光板天 没有云 所以拍出来这个照片呢 它的层次感就会稍微的差一点 在这个桥上拍日出有一个硬伤 你看 因为太阳是从这个这个方位过来的 然后呢照到这边 你看第一人就会有我自己的影子 那我拍这边的风景呢 我自己就会被带进去了 所以在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影响我们出片的因素 实际上拍日出呢 我就只带两个镜头 一个长焦 一个广角 掐托去尾 中间焦段呢 我就懒得带了 通常呢 效果也一般 我个人的喜好是广角和长焦来搭配 来拍出两种不同的视角 那基本上可以说您有相机镜头 就肯定可以拍摄日出了 三角架这东西吧 在日出的拍摄阶段我认为可有可无 因为天空会越来越亮 可以说在我所有的拍摄的题材当中 日出摄影是对三角架要求最低的一个 在镜头焦段的选择上呢 当天空没有云的时候 我认为使用长焦抓配一些建筑的细节和街道的细节呢 会更出片一点 如果天空有比较漂亮的云层的话 那么使用广角镜头出来的效果呢 一定是最震撼的 那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 焦段35就刚刚好 我使用的是1635这个镜头 所以它的最长焦是35毫米 如果变换到16毫米的话呢 我就可以看到前景 我这个岸边的雕塑了 日出摄影实际上是对设备要求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您不需要拥有特别多的设备 就可以尝试日出摄影了 那么如果说在滤镜里边比较值得买的 我认为CPL滤镜呢 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您去尝试的 一个日出拍摄的滤镜 它呢可以屏蔽建筑上的反光 特别是早上太阳是从这个方向直接打在建筑上的 那如果我用一个CPL滤镜呢 那建筑上的这个反光呢 就可以被去掉一些天空的对比度和建筑的对比度呢 都会变得要更好一点 可以让咱们的照片质感更强 哎 如果您使用的是这种 像我这个是磁吸的CPL滤镜 在转的时候啊 一定要顺时针这么转 因为它下边的这个磁吸转接环 如果逆时针旋转呢 它就会变松 所以在安装这个转接环之后呢 滤镜咱们顺时间这样拧 就不会造成转接环松动 不小心脱落这样的悲剧了 再有一个小计较呢 就是早点到 别着急走 比如说这个日出是早上六点 那咱们最好早上五点半 也就是提前至少半个小时到达现场 甚至于我经常还提前一个小时就到达现场 每一个城市它的日出时长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像第一点说的 咱们需要去做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计划 那么一定要在日出也就是太阳滑出地平线之前至少半个小时到达这个现场 我拍摄到好几次这种火烧云都是在太阳都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 也就是它在地平线的这个斜角上它的这个光就通过这个地平线照射到云层上了 而到了真正日出的时间的时候 反而没有了这个火烧云 所以早一点到达现场呢 咱们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特别是想拍夜转日日出掩饰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早到达现场 再者说了早点到现场 还可以多做一些准备是不是 而且这个城市的这个楼如果它那个灯光还开着 那基本上早一点到还能拍个夜景 这就算是给免费饶上的 这个是早点到 还有呢就是别着急走 我拍过几次阴天的这个日出 不着急走 天嘛实际上这个太阳它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它所在的位置都被云层挡住了 但是等它升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也会在这个云层当中打出一些光的效果 非常的迷幻 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早点到 别早走 这个呀千万别相信天气一暴 咱们出门拍照片呢 看天气一暴 但是也别全信这个天气一暴 它真的还是挺不准的 好几次呢我看哎呀这天阴天呀我就没出去 结果哎天其实出来的效果倍儿棒 有的时候那个天气看着哎挺好的 一出门反正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在拍摄之前呢 其实做这个计划 虽说咱们做了这些万全的准备 但其实怎么说呢 摄影还是就是看运气 后来我想明白了之后啊 就是有空 咱们就出去溜达溜达 能拍着就拍着 拍不着呢就到出去散散心 看看景都挺好的 所以说时间长了出去的频繁了呢 它拍到日出的这个几率呢 就会比平时咱们不怎么出门的时候要更高一些 所以说呢咱们看天气一暴 但也别百分百相信天气一暴 对面那个最高的大楼 它有一个别名叫蝙蝠侠大厦 那底儿那俩鸡就像不像蝙蝠侠 我觉得还挺像的 这名字起的非常的形象 这个相机的眼取景对焦 和下边的这个屏幕在日出的时候 屏幕更好用 特别是这种稍微有一点暗的光线的时候 还要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因为使用这两个对焦方式 相机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总之这个触摸屏实在是太好用了 我之前其实很少用这个触摸屏 但是我自从用了这台相机之后呢 我都是用这个触摸屏 按一下让它对焦拍摄 我觉得简直是太好用的 有的时候拿这个取景器对半片焦对不上的话 打开这个屏幕一下就对焦掉了 所以在暗光环境下大家遇到对焦难题的时候 别忘了我说的这个小技巧 使这个屏幕来对焦 总之这两个就是互相切换吧 咱们找一个在当前的这个场景当中更好用的一个 实际上日出的拍摄在光线上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如果想拍的省心一点 那您就使用这个光圈优先模式去拍就好了 在参数上呢使用ISO100F8光圈优先 让相机自动给您判断一个快门速度 只要这快门速度别低于一百分之一秒 那基本上手持呢就差不太多 所以呢三角架也就用不太上了 所以在相机的设置上呢实际上日出摄影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拍摄题材 但是如果您想那我明白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光圈 而不能使用其他的光圈 还有就是这个对焦景深 总之您想要更深入的去学习日出摄影 欢迎购买我的城市行者实战课程 在B站和我的官网都有出售 这节课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长 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都是在讲我说的这个做计划这事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呢我特别特别详细的 把我自己平时是怎么做计划 怎么预测天气 有没有火烧云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交给大家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日出摄影相当的治愈 早上起来这公园也没几个人 三五辆车 周围 都很安静 not real 它是一个音乐城 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城市呢相当的热闹 全都是现场的音乐表演 大家也都沉浸在酒吧餐厅里边 去享受美食和听音乐 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城市好像 还没有苏醒的感觉 到晚上才起床 这有点想年轻的时候的自己 白天睡觉 晚上折腾 现在我们家小猫也这样 很遗憾啊 我在这儿待了两个整天 天气呢都是这样 风板天没什么云 不过也算是很幸运了 之后的几天呢全是下雨 刚好呢明天我就出发去另外一个城市了 所以说旅行的时候呢 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在这儿玩的这两天 什么都是特别完美的 但往往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想开了之后 很多事情在内心当中就比较容易得到平静了 咋嘞 准备回家了 太阳也升起来了 之后就不太是适合拍照的时间了 这个天气呢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食用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拜拜